新材严选 生活精品 朋友们好 不知道各位放假的时候都做些什么样的活动 我早一点的时候我是会利用休假 因为上了一个礼拜的班 大部分也都坐在电脑前面 利用放假的时候去爬爬山 其实是很不错的 动一动筋骨娃 然后去山上看一些远景 我爬的那个地方可以往淡水那边看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建筑物 我们平常都是在这种水泥的森林里面 那去爬爬山沿路都是绿色植物嘛 所以我觉得很不错 然后有时候到了山顶之后去吹吹风 然后可以看出去是淡水出海口 我觉得很漂亮 可是爬了可能有二三十次吧 后来我觉得下山的时候 怎么觉得膝盖会有一点痛 那一阵子之后我觉得这个样可能膝盖会受伤 后来我就改成走路 从家里就出发就抓一个距离 我会先上网查说哪里有什么东西 值得去吃一吃或者说去看 然后就是有一点目的形的这种轻旅游吧 有时候会去到旺华去找一些小吃 其实旺华有很多传统的小吃 我觉得还不错 那最近比较常去的是迪化街 台北的迪化街 那迪化街一直以来 那里都是北部的南北货的一个集散地 那里都是老建筑 都是可能搞不好有上百年的老建筑 那个他们的房子都好长 中间还会有天井 就是说你走进去到中间那一段 你可以看得到外面 就是另外一个空间 它类似两小段房子 那中间有一个是没有房子的 他会把它弄成好像类似一个小花园 这样我觉得那种感觉很棒 那种房子都好长好长 那都是很早期的房子 我相信应该都有上百年 早期迪化街比较多人去逛的时候 大概都是接近农历年的时候才会比较多人 因为大家都去买一些南北货 我准备要过年 可是因为 迪化街整条街政府有计划的去把它重新去整治 让它变成一个很多文创的人去利用这些老建筑 注入一些新的思维 然后让这些老建筑还有老的行业 重新再有一个新的面貌来呈现 所以现在迪化街你可以去走很长的一段路 沿路的很多店都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他们不是那种把老建筑敲掉盖新的建筑 不是他们是利用旧的建物 然后进去把它整理完之后 把它整理得很明亮干净 加进很多文创的想法 然后甚至于有些老店 他虽然建物整理完之后 他连他们的商品都是重新包装的 重新加入新的思维去重新renew的 所以他们的产品就变成非常的有特色 以前他们可能就是卖一些中药材 或者说一些什么南北货那些 可是他们现在把那些中药材精致化 把那些香料把那些调味料 把那些干果重新包装 加入一些年轻人的创意之后 你会觉得产品精致化 然后有一些文青的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的迪化街已经变成 不单单只有在接近农历年的时候 才会有人去逛 我最近都去走迪化街 因为整个走下来也可以走个一万多步 然后你沿路看这家店 哇很有特色你就进去逛 那里面都好多人 有的店你真的可以走到他们的天井之后再往后走 后面那一段经营的 跟前面这一段店面经营的产品又不一样 有的后面会办摄影展 有的会办画展 有的甚至于后面段是另外一个厂商 经过天井之后进去另外一个空间 是冰果室有咖啡店 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从这个店面进去之后 你逛完这一段经过天井 又进去另外一个空间 就觉得很有意思 那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在那边 其实你可以感受到有满满的收获 我看了一些老店 他们把他们之前经营的东西精致化 然后重新设计包装 然后分类 像有一家我觉得还不错的 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香料 把它变成一般人就可以看得到 哇我要买的像什么南姜 像什么很多啦 像什么黄姜粉 什么很多香料的 它平平逛换做了很多很多 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但是你好像就可以发觉 哇 居然也有这种香料 就觉得很好玩 那还有一个是油 它把香蒜香油 五香香油 它各式各类的油 还有什么辣椒酱 都很精致化 所以那边变成台北 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地 我去看的时候 我个人估计搞不好外国观光客 比本地的观光客还多 好多那些 有东南亚的 日本的 韩国的 有好多老外 美国人 英国人 德国人都有 我觉得那边就变成 很有一些台北 一些旧的风貌 被重新再复活起来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知道早期 迪化街不就是布商吗 不就是那些中药材 什么生药行 那些早期 那现在 居然变成一个很有意思 很值得去徒步去逛的 一个文创的一个地点 这个就引申到我今天 其实要跟各位谈的 就是前一两期我曾经提到 台湾其实有人在做老家具 整修完之后再销售 就是老家具其实就跟迪化街 被政府有计划的重新去整顿之后 现在变成这么有价值的 一个观光的一个地点 那这些老家具 其实我知道日本 应该比我们更早 在欧洲去收购这些老家具 回来重新整理过之后再买 那其实日本的家具文化 本来就走在我们台湾的前面 那这一股风潮就是 收购老家具来维修 来重新贩卖 这个也在台湾的前面 我们代理的厂商招日 拜之县的招日 我去过他们日本的总公司去看 那他们有一个厂 好像在那个厂的二楼 就放了好多的丹麦去收回来的 我看起来应该都是丹麦的 丹麦去收回来的一些老家具 因为他们厂里面有好几个老祭司 都受到他们日本工部门的一个认证 不知道是奖状还是一个认证的一个 那个类似奖状的那个 他们就有面强放好几个 都是一级的祭司 那那些人就在 就在维修这些丹麦收回来的老家具 我知道招日他们自己没有贩售 然后他是帮一个日本的家具商 一个日本很大的家具商 那个家具商自己倒是没有产 但是他就找了几家帮他生产的 那像招日就是帮他维修这些 丹麦老建家具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厂就是高山地区的一个厂 他叫做Titani 我也有去参观过 他的东西是做得蛮好的 但是价位非常的高 那台湾有他的代理商 但是没有实体店面 他走的是一个很窄的一个 一个销售通道 不是一般人知道的 那我到日本高山市的时候 有去参观那个厂叫Kitani 他的东西不错 那他也在维修 他也在收购这些丹麦老家具 然后他们自己维修 他们自己贩卖 我是逛了迪化街之后 我就觉得是啊 是有些老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的漂亮的 重新在让他renew 之后 其实就又有一个新的风貌 但是有一种情况 跟这个又不太一样 就是老的设计 但是完全就是由现代的技术 跟现代的机具去生产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有之前的设计风格 但是有现代的生产技术 这两个结合起来 我觉得这种产品或许是更好的 或许是更好的 当然老家具有老家具的韵味 但是像这种 好比说宫崎椅子制作所 他们跟丹麦的老设计师 叫凯克里斯汀他们合作之后 所生产出来的家具 像Number 42 跟UNI UNI有椅子有餐椅有桌子 那凯克里斯汀的东西在宫崎椅子这边 可能有四五件 那个老设计师从丹麦飞到日本过来 那后来把这些东西又重新生产出来 我认为这些东西就真的很棒 它是四十几年前吧 在丹麦家具里面很重要的一些品项 那后来又在日本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的一个契机 它又被生产出来 那现在其实尤其那一张Number 42 我说过台湾有好多人 有好多人都仿冒出来 那但是事实上原汁原味有版权的 有凯克里斯汀签名的那个铜牌 是在宫崎椅子制作所 所以这些老建家具或者说老的设计图 新的工艺所设计出来的 其实都有一种特别的风味 就好像我们台北的迪化街 它重新又呈现给我们的 就是一个很新旧结合的一个很特别的风貌 其实如果说你放假也可以去逛一逛 我这个没有业配 是纯粹我去逛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 你去看每一家店都有它很独特的风格 那可以去看一些老的东西 像我逛了一家叫村芳茶叶 看得出来以前他们是一个大户人家 他们那个老宅很大 你可以进去参观 刚好他配有一个也是大稻城吧 的一个老的一个摄影师 他拍了很多193几年194几年大稻城的 一些上流社会当时的一个生活 还有当时的一些社会的风貌的一些照片 那后来现在又用一些电脑的着色技术 把那些黑白的照片已经变成彩色照片 你去看那些老照片 哇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一个假期你又去那边走走 又有达到这个轻运动的目的 又可以看到很多人文 过去的社会的生活形态 我觉得真的一天下来真的是收获满满 推荐给各位可以去那边看看 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聊 谢谢拜拜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